嗨 我是阿丽丝 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久违的唇彩试色 那今天要分享的牌子呢是这一个来自韩国的品牌叫做Rail Kind 那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关注一些韩国的彩妆资讯开箱等等的话 其实应该对这个品牌不陌生 而且这个品牌也是来自女神华沙代言的喔 那如果没听过也没关系 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 影片这次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传达以及更多生活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喔 大家呢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说这些彩妆到底要到哪里买 这次呢我手上有的Rail Kind所有的彩妆呢 都可以在虾皮的官方账号就买得到咯 不用特别去注册韩国网站 也不用怕说看不懂韩文 甚至是连代购都不用找 直接就可以在虾皮直营的官方账号呢就可以买得到这一些产品了 而且这些呢都是直接从韩国寄送到台湾 我觉得整体来说以整个消费经验是非常安全而且快速方便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产品有兴趣的话 我都会把产品的名称色号以及连接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就点开来看咯 那我们在看唇彩试色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一个修容 是Rail Kind的迷你唱片自然阴影盘 那这个色号呢是经典的棕色 我当初呢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就觉得超级可爱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像是一张唱片一样 那我当初在限制动态开箱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被骗了 就以为它是一张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容的部分 它整体的色调呢可以看到它是偏暖的这一种色调 那一样有分浅、中、深三个颜色 所以在修容上面的运用是非常方便的 你不只可以单用甚至是两色到三色混搭使用都没有问题 那我今天的眼妆呢也是用这一盘完成的 因为它粉质非常细也很好暈染 所以呢当眼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上一下修容的部分 我会浅跟中这两个颜色混搭之后呢 就直接上鼻影 它的颜色超漂亮的很自然 你们看我左边的鼻子是不是照山立刻照出来 然后我会再沾一点比较深一点点的地方上在这里 是不是你们看这个阴影 超好看超级自然 等一下打亮再打上去之后啊 整个那个鼻子的五官的立体度就会跳出来 眼颊的部分呢我就是 不管是三色还是比较重的两色混用都可以 然后就是直接在这边做修容 我现在唇彩还没有上 所以看起来整体会有一点霉气色 但是呢你们看修容上上去之后 我这边的脸直接怎样 变小有没有 真的是超级神奇 我觉得这颗修容它的色调我也非常的喜欢很自然 然后呢颜色的发色度又很适中 它不会过深 但又不会好像浅到就是上不出颜色的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在观望修容的话呢 这一颗修容我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不只粉质细致上起来的效果也非常的自然 也除了修容的使用之外呢 也可以当做眼妆的应用 算是蛮多功能的 那接着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唇彩重头戏 这是Rare Kind的两个唇彩 这个的话是柔雾液态唇 跟这个柔彩柔感唇膏 那等一下呢都会有非常完整的手部 以及唇部的试色示范 包含这个双色运用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接着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柔雾液态唇开始咯 唇釉的包装呢是做这样子霧面磨砂的管身 那它们配上白色logo整体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虽然它是一样做这样塑胶壳 可是呢拿起来却是有分量的 唇彩颜色呢跟它的管身是做一致的 所以呢你在试别上面呢是非常容易快速 你就可以很精准的选到你样的颜色 打开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刷头是这样子做一个三角形的刷头 对于唇部的描绘呢我觉得算是非常好操控的 那唇彩的质地呢是那样子滑顺慕斯状的 上唇完全不会干 它就是一抹过去呢你就可以直接浮平你的唇纹 然后也非常好上色 颜色很饱和涂的也可以很均匀 那不管你要薄擦渐层或者是厚擦 甚至是双色叠擦都非常的好看 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唇部的试色咯 03优雅玫瑰棕 我觉得它与其说是玫瑰棕色 不如说它是带一点橘 然后有点活泼可爱感的玫瑰色 我觉得很适合接下来季节使用 那它你要用渐层咬唇的或者是薄擦 甚至是厚擦都非常的好看 18这支少女玫瑰呢是一个清新无害的粉嫩玫瑰色 柔柔的给人家可爱的感觉 那单擦我觉得相较于其他支唇彩来说它是最浅的颜色 如果你要单擦我觉得比较适合白皮肤的人使用 那这一支呢也非常适合拿来做双色叠加的打底色哦 19的紫红玫瑰呢相较于前面两支 这一支呢是带紫色调 然后是比较有气势的颜色 虽然名字是紫红玫瑰 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它比较偏向什么葡萄气泡啊 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支呢颜色是不管你要单擦渐层 或者是双色叠加都非常好用的一支唇彩 21号是橘子汽水棕色系列的唇彩 当然在雾面唇用里面是不能少的 除了莓果色是热门色之外 这样的橘中唇彩大家应该也是非常喜欢的嘛 如果不喜欢太棕色调无法驾驭的那种感觉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这一支 它其实不会到非常的棕 可是却有带棕色调的效果 23号俄罗斯玫瑰 这一支呢就是很标准的中红色调的唇彩 而且它基本上是偏棕色系 它擦起来的效果呢 你可以很个性也可以很欧美感甚至很韩系都可以 我觉得这一支的那个风格算是蛮丰富的 那如果你是唇彩喜欢就是比较强烈比较明显的话 这一支也非常的适合你 接着呢我就要来示范双色叠加的效果 我要用的色号是18号跟19号这两个颜色 那我一开始呢会先用18号在唇部上面薄薄的打底 你可以用指腹辅助晕开或者是刷具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让唇部有一个基本的打底 让它看起来颜色比较一致性 也可以做一个校色的效果 接着呢就把这个比较重的19号色呢 直接叠加在唇部中间靠近牙齿的那个地方 做一个咬唇漸层的效果 如果你在外面没有什么工具的话 一样可以用指腹简单的就把它们两色融合 或者是用刷具辅助 我觉得效果都非常的自然好看 那这样子非常简单漂亮的双色漸层唇彩的效果就做出来咯 好的这五支颜色我都试色完了大家最喜欢哪一个颜色 我个人是无法取舍18号跟19号的 因为我觉得它们除了叠一起好看之外 19号单叉真的是超级美 这样讲起来好像是最喜欢19号这个颜色 那这个唇用呢我很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质地 因为它不会干 我真的是很怕霧面唇膏容易干 那这个呢完全不会 它双状的质地上上去呢 不但是可以让就是唇纹整个就是好像就是抚平的效果 也可以让颜色呈现的很漂亮 不管是你要用云染的效果还是怎么样都非常的自然好看 持久力呢我觉得是普通偏好 它还是会沾杯还是会有点掉色 可是不会到掉的非常夸张 这边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心得上面的参考咯 接着呢要来分享的就是Rarekind的这个热麦的唇膏 那它的包装是采用这样子红色的消光金属面 然后呢配上它的白色logo 整体非常有质感 那色号的话呢它就是标在底部 打开唇膏呢你就会看到它是细管的唇膏 而且仔细看喔 在唇膏最上面有一个小小的R字的logo 那这个logo呢虽然你在用唇彩之后它就会消失 但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子可爱的小细节 唇膏的质地呢是丝滑带点奶油霜状的感觉 非常滑顺好涂 质感呈现是雾面带一点微小微小的金属光泽 那这次呢总共会示范四支颜色 每一支呢都非常的百搭实用 那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试色咯 03号法式吐司雾面中橘的色调 本身其实蛮像自然唇色的那种感觉 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 那它很适合在淡妆或是素颜你想要有点好气色的时候擦上这支唇彩 或是你想要两个颜色搭配使用 这一支也非常适合拿来做打底 05的冬日枫叶呢是大家最爱的砖红色系列 这支唇彩的色调是带一点橘色 我觉得会给人家有存在感却不会有距离感 那它的颜色呢非常的饱和漂亮 不管你是要整个厚擦还是保擦都非常的好看 07的燕红枫叶呢 这一支就是非常非常的存在感 有气势的红色系列唇彩了 它没有像是正红色那样很强烈的感觉 可是却有一种性感魅力的效果 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忽视这一支唇彩的存在感 而且擦上这一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显白 09的烟熏可可棕 这一支呢算是这四支里面我最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它进可攻退可守的程度 就是搭配任何妆容都算是一个很好驾驭的唇彩 那它是棕色系 但我觉得它其实带一点点莓果可可的感觉 所以不会给人家太棕色调的效果 这一支非常的推荐 唇彩的四色呢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也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最喜欢9号这个颜色 那这支唇彩呢我觉得它的质地是我非常喜欢 滑顺好涂 刚刚在看上唇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了 那它的持久力呢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普通 因为毕竟它是唇膏 它没有像是唇用那样子染唇那么明显的效果 但是呢它也不会到你吃东西掉光光 它还是会有微微淡淡的颜色在唇上 但这一支呢如果要使用的话 建议还是平常携带着补 也可以让唇妆维持得更完整 今天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热看他们家 经典的产品有这个非常好用的修容 以及他们家这个经典热卖的唇膏系列 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哪一种质地啊 哪一支颜色都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别忘了这些唇彩呢都可以在台湾虾皮的官方账号 就买的到底无需特别找代购 直接韩国直送给你 详细卖场资讯呢我都会放到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就点开来看啰 非常感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还想看到更多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传达以及更多即时内容生活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 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